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引发一场政治风暴 也是特别行政区成立22年来 出现最大规模 人数最多的反政府示威 这场政治风暴 当然会令特区政府潜不成军 管治的危机非常大 甚至能不能够继续管治下去都成问题 林郑月娥在昨天用这个亲自向香港人道歉 希望为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好 但她又要继续为香港人服务 即是对于民众提出的诉求 包括撤回这个法例的草案 包括要她下台 另外还有就是要追究警察滥用暴力 不告示威者收回这个暴动的定性 加加上有五项诉求 在昨天的记者会里面 基本上就等于没有回应 我在昨天的节目里有讲过 今天我要详细一点去分析一下 第一 关于撤回条例的部分 这个修订逃犯条例 这件事可以这样讲 用一个政治现实来看 基本上就是两个字叫玩完 他说不撤回 只是说暂缓 到又暂缓修例 接着再进一步说 就是说不会定这个时间表 再到最后 他特别提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在这一届立法会的任期 戒满之前 这条条例都没有办法 在立法会里得到通过的话 那这条条例就等于失效的 我做过立法会议员 我解释给你听 为什么他会这样讲 现在他说暂缓 那又没有定时间表 但是那条条例仍然在 政府这个所谓逃犯条例 是修订草案仍然放在那里 也在立法会首读 二读了 但是未恢复二读辩论 然后他通过这条法例 这样解释 OK 仍然在 但在那里就名存实亡 第一就是 这个会期 七月就结束了 7月中结束 那当然不行了 现在很明显 他也说了暂缓 暂缓的意思 就在这个会期里面 已经是不可以再 重启修订条例的工作 但是立法会的任期 到明年 即是2020年的 这个 七月份才叫做 完 应该是九月 但是放暑假的 对不对 那就是说 在这一届的立法会里面 你都没有办法去提这条条例的话 那条条例 连放在这里都不行了 已经是无效的 到将来 你要重新去修例 你要写过那条条条例 那大家就会明白 林郑月娥都说到明了 就是说 如果 在这一届的立法会的任期戒满之前 都没有办法 立法会通过这条条例 这条条例就失效 那已经很清楚了 但是既然是这样 你等于已经是 一铺青袋 对不对 那条条法例已经是等于玩完的了 对不对 都没有办法 在立法会里提的了 那你干什么 撤回都不肯说呢 为什么仍然在字眼里这么执着呢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诉求 所以呢 这个诉求 民众提出的撤回诉求 现在没有意义的了 对不对 唯一的意义就是 但是 突显了林郑月娥这个人 对不对 明明是玩完了 这条条例 都不肯说撤回 对不对 因为 说明了 到明年 喂 这个立法会 这一届的任期戒满 之前 你都 没有办法通过这条条法例 这条条法例就已经失效了 就是说没用的 基本上没有了这条法例 这个修正案是没有了 对不对 第二就是 叫他下台问责 他问了几次 对吧 对上一次那个记者会 讲暂缓修例的时候 那些记者又问他 对不对 那到昨天 那个所谓道歉记者会 那些记者又不断地问他 对不对 那他的答复就是 要计算 有很多工作要做未来的几年 虽然管治很困难 那他也要为香港人服务 这样 那就是坚决不下待 好了 第三个就是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 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 就是释放那些被捕的示威者 对不对 还有收回这个暴动的定性 这两样东西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今时今日 大家都看到 这个特区政府已经兵败如山倒 对不对 在这个所谓修订逃犯条例这一页上 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对不对 但是 我们的抗争是不可以停止的 对不对 刚才我讲过 就算他不讲撤回 这条条例都已经是完结了 可以告诉大家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诉求 至于叫他下台 也不是最重要的诉求 就是希望他 可以问责下台 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 也都令到 就是说 可以这么说 等于当年六四惨案发生之后 那些人 上街示威 其中一个口 就是李鹏下台平民粉 那你林郑下台平民粉而已 那个意义就是这样 你一天 这个特区政府 都会有一个小圈子 选举共产党的阴点 而产生的话 你一天没有民主 谁做特首 对不对 只会一个比一个差 对不对 或者 你是两害三害 双权取其兴的 对不对 我们的目标 都是香港要有一个 民主的政治制度出现才行 对不对 甚至乎是推翻了这个专权政府 对不对 当然我们提过全民制宪重新立约 现在也没有人提过 对不对 所以他下不下台已经无关云子 但是要修辱他而已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看到立法会议员 有些人说话已经大声过我了 开始 对不对 撤回的议员已经不大 他下不下台 也无关云子 现在我们眼前 最重要的就是 你已经两次加起来 成三百万人上街游行 我们也保不住 盧伟聪口中说的五个人涉嫌暴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所谓游行抗争 就等于是废的 对不对 他又不撤回 又不说撤回 又不肯下台 但是我们也保不住这些反政府的示威的意识 对不对 免于被检控 所以我们就要声援这些示威意识 反抗政治检控 所以我希望泛民主派的朋友 对不对 现在这两个诉求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如果有一个人被他告暴动罪 我们整个运动都是失败的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必须要很清楚 就是说 你一定要可以动员到群众 当有人被检控暴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人民的抗争 令到他取消这个政治检控 是吧 我们不可以 是吧 现在沉免在这个所谓几百万人游行 接着那个政府 好像一季再季 林郑月娥又道歉 那你就会满足的 是吧 接着下来 是有人被人控告的 是吧 现在已经拘捕了一批人了 是吧 他现在还没控告你 他可能是投鼠忌器 现在大家群情洶涌的时候 那他就不控告了 是吧 所以 这条底线很清楚的 你随便一个人不被人控告 在6月12号 就是那次春京事件被告暴动 我们就是要去声援他 是吧 我们是要反抗这种政治检控 甚至乎 告其他的罪名 是吧 我们也可能要去抗争 你不可以去声援这帮人 不可以保住这帮人 那就是等于保住不了我们自己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现在当下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抗争是不能停止的 而且焦点要集中在 要警告政府 你不能够以暴动罪去检控当日的示威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众志成成 这个特区政府 港共政权在那里 苟延残喘 垂死争扎 但是我们一定要为 这些正义的市民去发声 是吧 在6月12号 就是这些 就是有份冲击立法会 而有可能被人检控暴动罪的 这些朋友 我们必须要声援他 准备 我需要您的心意 我需要您的心意 因为你会